各位好,今天是4月18号,礼拜一 首先希望大家过了一个美好的复活节的周末 这个复活节在外面的人也非常多 带着孩子去捡蛋啊,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那今天呢,是4月18号 已经是正常的话已经是过了报税的日子 但是呢,由于这个报税的日子是落到了周末 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 如果你还没有报税 那今天肯定是要赶到今天把它完成啊 不然的话赶紧做延期啊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先看一看 美国的这个房市到底接下来会怎么样啊 那现在接下来可能有可能会出现房市的这个崩溃 或者是不会出现,到底会不会出现 但是非常多的这个迹象都显示 让这个房市崩溃的很多的这个要素都是已经存在了 而且是在不断的这个累积啊 首先这个利率的不断的上涨 而且在加速的上涨 而且在接下来联储还要不断的这个上涨 那这个不止包括了这个住房贷款的这个利率 包括了汽车贷款的利率 还有包括了商业贷款的利率都在上涨了 那疫情这个期间低过三的这样利率 两点几,两点二几 然后这样的利率现在是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30年的这种固定的这个房贷这个利率 已经超过了5%了 甚至还要马上还要往上增加啊 所以呢根据这个美国这个House 那个Department of Housing 他们的这个数据显示啊 美国的这个中间的房价自这个疫情以来增加了27%啊 所以呢大家都在这个疫情下 很多人是利用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进行了这个房屋的重贷 包括我们自己也比如说买到了这个新的这个房子 也包括了我们自己 所以呢我们在去年应该是在20年的时候 重新贷款的时候我们拿到了这个2.2几 2.25而且是15年 我们把原来的30年变成了一个15年的2.25的一个利率 那另外的话我们在去年年底也买了一个新的房子 在这个新的房子当时在最后ASCO结束的最后的时候 那我们的这个贷款的这个朋友就来问我们 要不要把我们的这个利率锁在3% 如果锁在3%我们可能自己要从腰包里面再掏出一些钱来 然后呢要锁这个3%的利率 不然的话可能会可能会大概在3.3啊3.4左右 那我们当时我当时就想了 联储局今年肯定在去年年底到今年 那肯定是要再有加息的动作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不这样做 所以我们就当时就把这个利率锁到3% 很幸运啊 虽然自己花了一些钱 但是呢感觉可能长远上来说会相对比较好一些啊 那非常多的这个学者还有经济学家 他们都就就指出现在有非常多在市场上的这个买家 他们可能现在就要先等等了 虽然这个房市可能还处在某种的这个啊 这种比较热的状态下 但是很多的买家可能要等待一下啊 比如说还有包括买车的 还有做其他贷款的 大家都会等一下 让这个市场冷却一下 让这个价格掉下来以后呢 然后呢再来买 根据这个Redfin也就是一个非常现在越来越厉害的一个这个房屋的这个中介的一个网站啊 那他们在过去的这个月他们房屋的这个销售的量减了12%啊 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一个增长啊 但是呢 虽然有所下降 但是这个房屋这个需求还是在那儿的 还是有非常多的人愿意在这个收买房 然后的话 而且市场上还是有比较较少的这个房源啊 还是这个问题 那非常多的银行呢 也开始要去裁员或者是缩减他们的这种叫做贷款部门的这个员工 所以有非常多的这个员工就被就被lay off啊 呃像是这个JP Morgan Chase 他们就在他们的这个现有的这个资金当中呢 拿出了9亿美金来准备好了 作为一个紧急的这个准备金 一旦这个比如说市场的经济有崩溃 房市有崩溃的话 他们可以拿这个资金来抵御一下这个经济危机啊 那这个就现在的这个房市 那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更多的变化 根据这个利率的变化都会有很多的新的变化 我随时会关注 那另外的话 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叫做封城吧 特别是上海的封城 上海现在叫封城 让现在已经非常非常严重的这种叫做 呃叫做公民链的短缺 现在又又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会很非常明显的这个呃体现啊 因为上海还有中国是保了希望能够清零的 所有都是清零 所以呢上海有超过2500万的这个人口 大多数的人都是在还是在这种所封城的这样状况下 那上海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大城市了 这个城市有超过了10001000多个这种全世界各地的这种这种公司都在那汇集 而且上海的这个港口是全世界最忙的一个港口啊 它比洛杉矶的港口要年吞吐量要忙就是要要更加的这个忙碌超过了四倍啊 而且的话上海这个港口是超过了是达到了中国所有港口的这个叫做这种 啊container也就是集装箱的运货运载量达到了16%的这样一个吞吐量啊 那不管怎么样 中国现在还是处在各种城市的这种叫做封城这个当中 希望赶紧解决赶紧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办法 能够让这个中国的这个秩序恢复到正常啊 那在这个周末就在上星期非常重要的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也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应该算是重型巡洋舰或者叫做Beta Cruiser 那莫斯科浩不管是怎么样被乌克兰的两枚导弹反舰导弹打中了 还是他自己着火了 不管怎么样这时候这艘俄罗斯的这种叫做旗舰啊 黑海的这个旗舰还是就是沉没了 不管怎么是是什么原因他都沉没了 所以这这是在二战以来的最大的一艘这种叫做战斗的这种舰艇沉没啊 因为这个战争而沉没啊 所以的话啊这艘这艘军舰是花造价是8亿美金啊 那虽然和美国的非常多的这个军舰来造价来说不是相比来说 也不是说不是说最贵的 但是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是形象上还有这种面子上面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难接受的一件事情 而且俄罗斯最近已经开始了他5月9号的这个二战纪念日的阅兵 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到底俄罗斯会怎么样的一个宣传 到底是这场战争是到什么样的结果 还是他们会宣布某种方面的胜利 好我们就继续关注 等一下我们再录制另外一个视频给大家 谢谢拜拜